看新聞 開視野 歡迎收看今天十二月一號的公視首語新聞 首先來關心 新型變種病毒Omicron快速的滲透全球 昨天日本跟法國都通報 發現了首例新變種病毒Omicron 目前病毒已經在全球二十國傳播 而根據荷蘭最新研究 在非洲試警之前 Omicron已經在歐洲現中 相近一個星期 巴黎這所藥局正在忙著篩檢 當天法國在海外屬地 劉尼旺發現第一起Omicron病例 並通報國內過去二十四小時新增 確診四點七萬例 是自四月八號以來 單日新高 顯示疫情正在蔓延 新變種Omicron入侵歐洲的時間 可能比人們想像的還要早 荷蘭最新研究發現 在南非試警前 Omicron已在歐洲現中約一星期 Omicron將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目前仍是未知數 包括它的傳播力 是否造成重症以及疫苗能否防禦 南非專家初步判斷 該病毒的傳染力可能超越Delta 美國公衛專家佛提認為Omicron是否成為主宰 還很難說 尤其是因為疫苗發生的疫苗發生 日本在30号也通报Omicron首例 显示搭击飞往世界各地 以及经济全球化时代 想要控制病毒并不容易 也让国际社会在处于恢复正常的期待 跟可能面临最坏情况的担忧间 七上八下 公事新闻黄韵玲编译 南非新变种病毒 Omicron传播力惊人 加上年底接连有耶旦 跨年和春节等大型节庆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坦言 不排除十二月就会出现 Omicron的病例 希望能够尽力在边境就挡下来 新变种病毒Omicron来势汹汹 多国陆续爆出有相关确诊病例 虽然指挥中心再增加四国 为重点高风险国家 但由于接下来又有圣诞 跨年农历春节等跨区活动 增加恐加速病毒扩散 各界优心国内十二月 是否可能会检测到Omicron 对此指挥官陈时中说 的确有可能 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在入境 但我想在 还是希望都能够在边境 把他挡住 往前推一个月 我们从南非进来比较多 到一百九吧 那总共从我们六国里面进来 大概是两百多 所以在检疫的量能 我们是足够的 那我相信这个月从南非 那一带来的可能会相对的少 另外指挥中心最快将在明年一月一号 施打第三剂 将优先提供给高风险对象 接种两剂满六个月者可接种 有专家就建议第三剂 应该以mRNA疫苗为主 对此陈时中认为 需看国内外的报告 因为只要混打不良反应 就会比较多 而国内的目标 就是希望十八岁以上民众打过第二剂者 都建议施打第三剂 至于前两剂打高端的民众 李冰寅表示 会保留他们的选择权利 目前国内已有高端混打其他疫苗的 试验正在进行中 不久就能看到数据 预计会在第三剂开打之前出炉 记者 王德新台北报道 国内昨天没有本土病例 也没有死亡个案 但是有五例的境外移入 此外 指挥中心也公布 预防接种受害救济 共审议了三十八件 而其中两件与疫苗相关 一件无法确定 另外国内共有二十三名青少年 施打BNT之后发生了心肌炎或心胞膜炎 国内本土新冠疫情在嘉陵 也没有新增死亡个案 但指挥中心宣布 新增五例境外移入个案 其中三人分别打过BNT 科兴级交生疫苗 结果还是突破性感染 而国内新冠疫苗持续接种中 截至目前疫苗人口涵盖率为第一剂 百分之七十七点八零 第二剂也来到百分之五十五点六九 民众一旦打疫苗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或死亡都可申请预防接种要害救济 根据为福部预防接种 受害救济审议十一月十八号的审议记录 总计审议三十八案 其中两例是与AZ有关 一起无法确定 核定救济总金额为六万五千元 而五名死亡个案因同意病理解剖 每案各给予丧葬补助三十万元 总计补助一百五十万元 另外国内十二到十七岁青少年 预计十二月中开始接种第二剂BNT疫苗 但外界也关注发生心肌炎或心胞膜炎的几率 根据指挥中心最新的统计 国内共有二十三名青少年 施打BNT后发生心肌炎或心胞膜炎 其中以男生居多有十九人 四位女生目前还有两人住院中 常见的症状还是急性胸闷胸痛为主 有近八成 再来是运动后平躺后出现呼吸困难 较少会有发烧或心剂等现象 指挥中心表示国内打第一剂BNT疫苗 发生心肌炎或心胞膜炎的个案 在流行病理学跟临床特征上 都跟国际报告相符合 多数为轻症可自行康复 专家讨论决议还是可打的原因 除了防疫考量外 从国外的数据暗示来看 延长接种时间 渴望降低心肌炎的风险 因此将接种时间延长到十二周 记者为王德新特报导 来关心各大报的头条焦点 中国时报的头条是 随着公投日接近 台湾民意基金会 昨天公布了最新的民调显示 反莱珠 珍爱藻礁 以及公投榜大选 仍然是同意大于不同意 但是差距已经缩小 而重启核四则是逆转为 不同意大于同意 自由时报是报导 为了平易物价 行政院昨天核定 大宗物资降税 而配合降税 中油跟台速都宣布 今天起 汽柴油每公升 调降一点一元 再来看到联合报则是提到了 民进党立委高嘉瑜传出遭到男友暴力对待 卫福部保护司昨天就公布调查 每五位妇女就有一个人一生中遭到亲密伴侣暴力以对 其中以言语暴力冷漠忽视等这些精神暴力最多 有专家提醒 碰上这些情况 一定要透过报警等方式对外求援才能真正离开受报的环境 而立委高嘉瑜昨天已经在律师的陪同下 对男友提出伤害告诉据了解 高嘉瑜预计今天早上十点半 在立法院对外说明 一号清晨四点遭到上扣 林姓男子被带回板桥分局 面对媒体提问一概否认 民进党立委高嘉瑜低调证实遭到男友暴力对待 三十号前往中正一分局报案 提出伤害及妨碍秘密等告诉 并转由板桥分局处理 检紧漏夜征讯后 认定林南最嫌重大且有搜索必要 深夜一点多在板桥一间饭店将林南居提到案 由于停止夜间训问 预计今天将完成笔录 移送新北地检署后续侦办 这起事件传出是两人十一号共同投诉板桥猛饭店 林南发现高嘉瑜与前男友传讯息联络 因此全脚相丧 甚至限制行动自由 日前高嘉瑜也已经向台大医院验声 台北市社会局三十号上午 也已经接获台大医院通报 高嘉瑜星期二没有出面说明 只透过脸书感谢大家关心 表示相关资料还在会诊中 之后会统一向外界说明 会勇敢面对 也希望不要再有下一个受害者 总统蔡英文也请总统府副秘书长 李俊逸致电表达关心 严厉谴责暴力行为 并支持采取必要的法律行动 行政院长苏贞昌也高度谴责暴力 不止党政高层声援 立法院跨党派女立委也加高声援力道 暴力事件被揭露后 林姓男子强调 适逢家庭变故 不针对无根据的爆料回应 也强调自己并非公众人物 恳请尊重并维护市井扫明的隐私 发表三点声明后立即关闭脸书 针对外传林南声称从事国安工作 执行国安捐案 总统府澄清皆非事实 记者林新宜朋友组 朱凤之无奇称 综合报道 基隆多家知名高饼老店 因为原料成本上涨 将在十二月调涨部分的商品 而面对物价上涨的压力 行政院宣布到明年三月 暂时调降多项大宗物资 与原物料的税率 包括汽柴油货物税 每公升调降一元 小麦关税渐为免税 而牛肉关税则是减半 希望能够稳定物价 基隆百年老店连珍丙店 在门口贴着一张公告 从十二月起调涨部分产品售价 店家说十多年来没有涨价 但有部分产品成本实在负荷不了 才涨价 季隆另一家知名高饼老店 李胡丙店也发出涨价告示 原因也是因为原料成本上涨 将在十二月八号涨价 受影响产品和涨幅还没有公告 消费者大多理解店家涨价原因 但还是希望不要涨价最好 不只高品业 各种产业都有涨价风声 民众都希望政府想想办法 经济部市长曾文生对此表示 水电油气等等能源价格 对物价影响很大 所以第一步暂时动涨 电价与天然气 以及浮动油价调整 接着十二月到明年三月 器材由货物税 每公升调降一元稳定物价 那我们知道说能源的价格 是影响物价一个重要的元素 那我们是提早的 在能源价格的波动上 做了一些管控 行政院为了平衡物价 这波大宗物资税率调降 还包括水泥货物税减半 小麦关税免税 牛肉关税减半 都是为期四个月 自今年十二月一号到明年三月三十一号 指预估税收损失大约六三点五七亿元 但希望能对国内物价稳定 有所注意 今年三月苏华公路发生游览车撞山壁意外 部分乘客被抛出车外 造成六死三十九伤 但是现行规定 只有安全门旁边等一些座位 才一定要系安全带 为了确保乘车安全 昨天立法院三读通过 只要四岁以上搭大客车 都需要系上安全带 否则最高可以罰六千元 今年三月十六号 苏华公路发生游览车撞上山壁的意外 造成六人死亡 三十九人受伤 部分乘客被抛出车外 由于目前搭乘大客车 只有和驾驶并列的前排座位 前后车门安全门后的第一排座位 以及最后一排座位 需要强制系上安全带 立法院三十号 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第三十一条 增定四岁以上乘客都需要系上安全带 否则最高可处六千块钱 希望通过这次修正的版本 三十一条的部分 规定加重驾驶及乘客 未系安全带之处罚 可以增加乘车安全之保障 四岁以上搭乘大客车 没有系上安全带 驾驶人将开罚三千到六千 如果驾驶已经尽告知义务 乘客仍未系上安全带 则处罚乘客 营业大客车驾驶人 如果没有系安全带 将加重处罚 从一千五提高到两千元 净卷器金会也乐观骑车 认为四岁以下幼儿 也需要立法保护 针对大货车大客车过弯时 产生内轮差 常会遇到视线死角 酿成死亡事故 三度通过后 车辆必须依规定装设行车 记录器 行车视野辅助系统 新加入防止卷入装置 三项都必须装设 否则最高可除两万四千块钱 如果防治装置 没有办法正常运作 最高开罚一万八千块钱 记者联系朋友组台北报道 两年一度的总统文化奖 由总统蔡英文亲自颁奖 而刚卸任金马奖 执委会主席的导演李安 是这一次文化耕耘奖的得主 他表示 台湾是他的根基和养分 他以此为荣 两年一度的总统文化奖颁奖典礼 在元山大饭店隆重登场 今年主题是闪妖世界自由之光 文化耕耘奖得主是导演李安 从总统蔡英文手中接过讲座的他 此刻感到很光荣 随着今年的金马奖落幕 李安也卸任金马奖执委会主席 重回影视男女拍摄基地领奖 对他而言意义非凡 而外界担忧金马奖的未来 会不会受到疫情 以及国际等因素影响 李安仍然保有期待 金马奖都是一样 欢迎大家来 只要是华语片我们都欢迎 那我们彼此同样的原则 希望参加的人越多越好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是一个年度电影人的大聚会 今年的获奖人除了李安 还有人道奉献奖得主陈荣基医师 以及青年创意奖得主陈伯军 都亲自与惠玲奖 这个不是给我个人的 应该是给台湾的安宁团队的 常年推动善生善终的理念的一种肯定 谢谢总统文化奖的鼓励 让我的父亲认同了我 让我不放弃霹雳舞 让我知道我一直以来坚持的信念是对的 在地希望奖得主台湾千里步道协会 以及社会改革奖得主陈文成博士纪念基金会 则分别由副执行长徐明谦 以及陈文成的包妹陈宝岳女士代表上台领奖 记者不采议程博裕台北报道 立陶宛不为中国打压 宣布让我国以台湾的名义 成立代表处 而在背后 其实是有强大的友台组织 从政府官员到学界商界的人士都有 至今这股友台的力量还在持续发酵 带着记者参观立陶宛国会 重新回到1990年3月11号 最高议会通过复国法案的议事厅 成为第一个从苏联独立出来的国家 联署书表框挂在入口 当年参与表决的国会议员 Lima Andekini找到自己的签名 并重新回到当年他坐的位置 回忆起表决过程 当年参与我回到家 我还在家里面 我还在家里面 我看到我父亲哭 做這個決定並不容易 因為蘇聯隨後採取經濟封鎖 以及文攻武嚇 甚至在1991年1月 蘇聯軍隊出動坦克車 鎮壓支持獨立運動的群眾 總計造成13人死亡 立陶宛挺身對抗強權 爭取獨立的過程 影響其他歐洲國家 而在2021年的今天 面對中國的威脅 立陶宛用行動支持理念一致的夥伴 挺台的國會議員 辦公室掛了訪問台灣的照片 與台灣毫無關係的他 只因為兩國有著相似的處境 便決定要力挺到底 因此在立陶宛國會 以及歐盟內部 大力推動許多與台灣的交流 多次率領歐洲議會訪台 宣布獨立超過30多年 立陶宛深知過度仰賴 單一國家不會有好下場 而在近期 中國 俄國及白俄羅斯 複合式威脅下 提倡人權與自由民主的政黨崛起 在去年的大選取得多數席次 今年三月 近六十位來自政界 商界 以及學術界的精英 組成友台組織立陶宛臺灣論壇 全面推動臺灣關係 相隔八千多公里替臺灣發聲 十一月二十八號 柏海三國國會議員聯合訪問團抵達台灣 展開一系列的訪問行程 立陶宛國會友台小組 瑪瑪豆強調 該國的友台政策已獲得廣大民意支持 預計在明年初立陶宛就會來台設立代表處 民主夥伴團團 連結挺臺 這股友台勢力將在國際間持續發酵 記者王伯恩 郭俊麟 立陶宛採訪報導 英國有一個九歲的小男孩 為他罹患自閉症 有語言障礙的弟弟 設計了一款APP 上面有生活上常用的圖案 像是廁所 只要輕輕一點 就會有語音說出我要去廁所 代替弟弟 表達說不出的話 而爸爸發現 在這一款APP的協助下 弟弟的學習有明顯的進步 六歲的亞當 按下手機上的馬桶圖示 這款APP 馬上說出他的心聲 坐在身旁的哥哥尚恩 聽了也很開心 因為這款APP 就是他為得了自閉症 由語言障礙的弟弟 量身打造的 九歲的尚恩說 學校功課原本只是要設計遊戲程式 後來他突發奇想 何不把它變成適合弟弟使用的APP 於是他利用簡單明瞭的圖示 配上語言的表達 讓弟弟能輕鬆跟人溝通 爸爸也覺得 有了這款APP的輔助 弟弟的學習有顯著進步 彤 против新冠 曾惠敏編 於愛心的地方是喜歡進去洗澡 阿達 叫阿達 叫做這個選擇 為了我們造成 彤為了我們建立的選擇 他還要求更多物件 然後他 reappeating 更快 統計顯示 有四成的自閉症兒童有語言障礙 尚恩的愛心 不僅協助弟弟 克服語言表達的缺憾 也希望讓其他有類似困擾的小朋友受惠 公視新聞曾惠敏編譯 关心天气 接着提供您各地的迹象塑料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手语新闻 维持网小书 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